我从妈妈这表达当中听出很沉重的负罪感 她觉得你两条腿跟我们不一样 她觉得这一点责任全在她 我问一下大姐 那事怪你吗 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很穷 怀之强的时候我还一直在工作 我对这些运气保健了 我都不理解 当时我身体也很好 身体状况非常好 自强出生的时候 突然间那个腿就不会走 然后我心里就有一个结 我过不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老亲这么不公 他会这样对我 这样对我的孩子 后来大概是在自强六岁的时候 我才听别人告诉我 像志强这种腰肌膜碰触 是因为在怀孕的时候身体缺乏一种叶酸 但是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不理解 不懂这些知识 也没有给自己去补叶酸 所以造成孩子现在这个样子 大姐我跟您说一件事 我妈生我的时候也没运气知识 我妈生我的时候也没补过叶酸 就类似于这样的妊娠期的知识 是到了现在才开始越来越普及的 曾经我们都没有相关的知识 我们没有相关的知识 不能说这件事怪我们 志强告诉妈妈 怪他吗 告诉他 看着他的眼睛告诉他 妈 这事不怪你 我这样的话 是老天对我另有安排 出生第三天的时候发现不一样 对吧 对 然后当时去医院没有 去了 当时医生也就是说 想给孩子做手术 但是那个医生去的时候 我为他 我说你们做这种手术 有多大把握 当时那个主力说 百分之五十 然后我就想 百分之五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但是我们刚刚看到一张床 那这张床是什么时候放到教室的呢 他上学的时候 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是做的 然后就是到初一的时候 他那个屁股上开始有乳疮 当时我也就想着给予给孩子开好吗 就给他做了一次手术 做不了几个月还会继续再来 当时我给自强商量说 我们先休学回家休不上 但是孩子不愿意 我也是实在没办法 在那个教室里给他铺一张床 让他继续上课 到高中的时候 我就给自强说 你就先坐在一张室吧 结果坐了两个星期 那个窗口又开始又大了 效果又不好 后来我就给王老师说了 王老师给学校反映情况以后 直接就在学校的教室里 给铺了一张床 我的感觉就是这班主任脾气真好 是 这班主任确实是太为自强考虑了 对啊 这怎么就能摆得进去